北京时间1月16日上午8点半 NBA常规赛的对决正在激烈进行之中 新奥尔良提湖前往布鲁克林克场挑战篮网队 篮网已经有接近一个月 没有尝到连胜的滋味了 最近11场比赛 他们只赢下其中4场 输给的球队中 不乏联盟里那些超级云南队伍 比如说魔术 雷霆 还有本赛季排名西部倒数的开拓者 事实上 单论球员个体 篮网这些球星也好 或者角色球员也罢 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布兰特仍然是球队最稳定的得分点 哈登与赛季之初相比进步了很多 欧文付出的表现也达到了人们的预期 不过篮网现在阵容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哈里斯受伤之后 篮网少了能三分能防守的3D球员 米尔斯外线效率固然不错 当防手端相对较弱 而篮网对最严重的漏洞还是在内线层面 克拉克斯顿没有自主进攻能力 格里芬和阿尔德里奇几乎没有防守 这也使得篮网的禁区经常被对手打爆 本场比赛之前 篮网以26胜15负的战绩 排名东部第三 另一边的提湖队 则以16胜26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12 虽然战绩上稍微差了点 距离篮网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提湖近段时间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前面四场比赛赢下其中三场 还曾击败当时联盟第一的荆州勇士队 虽然西安很可能缺席整个本赛季 但他们还有英格拉姆 瓦兰 格雷厄姆这些出色球员 提湖还是有冲击本赛季季后赛的可能性 本场比赛 双方的首发阵容 提湖队这边派出的是琼斯 英格拉姆 瓦兰丘纳斯 格雷厄姆和哈特 篮网这边派出的是 杜兰特 爱德华兹 夏普 米尔斯和哈登 首节比赛开始 篮网队跳球跳赢 米尔斯带球推进前场 杜兰特进区接球 高难度翻身后仰跳投命中 打进本场比赛第一球 格雷厄姆中距离潇洒干拔出手 同样也有 米尔斯三分线外搭攻射箭 空心入网 哈登欧洲不上篮轻松打进 开局接的篮网变火力全开 打出一波9比3的攻势 提湖这边也不甘示弱 英格拉姆45度角 三分开火稳稳投进 瓦兰丘纳斯内切篮下飞身上篮得手 英格拉姆卑身单打 同样一招翻身跳投也命中 提湖队将分叉追到只有一分 而篮网丝毫不给提湖战绩主动权的机会 优势来到只有一分时 篮网又掀起一阵进攻高潮 将比分拉开 米尔斯绕过掩护溜进进区打把命中 杜兰特中距离甘拔强势打成2、1 夏普中路直接上演惊天暴扣 杜兰特三分球果断出手一箭穿星 篮网队一波9比0 直接把分叉拉开到两位数 距离第一节比赛还剩4分钟 两队此后的进攻效率都有所下降 不过分叉倒是没有太大变数 格雷厄姆帮助提湖在三分线外开张 托马斯的后仰跳投也轻松打成 杜兰特弧顶压哨 命中第一节最后一攻 精彩判检验可惜超时 首节比赛结束 篮网32比22领先提湖队10分 第二节比赛 提湖队彻底崩弹 篮网这边 杜兰特和哈登还没开始发力 各角色球员便主动担当起得分大则 托马斯罚球先干拔正入往心 哈登突进篮下上空篮得手 爱德华兹底角埋伏接球外线开花 夏普和爱德华兹接连空切提湖内线 轻松接球上篮打进 反观提湖这边 瓦兰丘纳斯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篮网这群年轻内线给打爆 前五次出手只有一丝命中 英格拉姆也是手感冰凉 屡屡头丢中距离 提湖被篮网打了一个20比5 分差也一度来到25分 篮网是越战越勇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当家球星凯文杜兰特在一次防守过程中 被摔倒的队友布鲁斯布朗撞到了膝盖 刚开始杜兰特还想留在场上 没过多久便离开场地返回了更衣室 上半场比赛结束 篮网69比41领先提湖28分 半场数据方面 提湖这边 英格拉姆13分5助攻 哈特5分6篮板 篮网这边 布兰特12分 哈登半场两双 13分11助攻 他的生涯罚球数也在本场比赛上升至历史第10 米尔斯10分 爱德华兹13分 托马斯11分